我認為張蘭就是在趁她前妻婦的位度 她為什麼一直提大S大S大S 是因為呢 也要幫她的兒子呢 漂白形象 因為汪曉飛一直被認為 就是婚內出軌 我不認為她跟大S之前的情童母女 那樣說 就太虛偽了 大S宣佈閃婚韓興俱俊葉 讓大家都嚇了一跳 因為她和前夫汪曉飛 其實離婚不到半年 不過事實上汪曉飛多次被傳出 早有新歡 兩人的婚姻也始終和婆婆張蘭的態度 有很大的關係 張蘭昨天才在直播中 否認汪曉飛的新戀情 還說只有大S這一個兒媳婦而已 沒有心啊 蘭姐這個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我必須說 如果我純就媒體的觀點來看張蘭這些直播 我必須說 我認為張蘭就是在趁她前媳婦的熱度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請仔細去看張蘭 你認為張蘭直播只是抒發她對這些新聞的評論嗎 她當然不是啊 她這當然都有在販售商品啊 不是 不是嘛 那你在販售商品 我記得當時大S跟汪曉飛 他們這個婚變的事情 鬧得沸沸揚揚揚 張蘭還一邊在那邊賣 納豆 吃這個納豆 一邊在談她兒子之類的 那你就是在趁這個熱度 那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放棄趁熱度 這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就是說 她為什麼一直提大S大S大S 是因為呢 也要幫她的兒子呢 漂白形象 因為汪曉飛 一直被認為就是婚內出軌 而她不承認 那你不承認 那你幹嘛跟張盈盈穿了一個情侶裝 然後還一起去爬山 顯然在婚內就有這些狀況 你就是不承認 不承認也沒關係 那張盈盈比你還厲害 三不五十不就已經把很多照片都PO出來 PO出來又三文 那你這隊真的還天照地設的一隊呢 真讓人真的搖頭叹息 然後這個媽媽也蠻妙的 因為三不五十又把這個大S當這個神主牌 然後一直不斷地提 我就只有這個兒子 她為什麼要提這件事情 其實是要洗白帳 雖然現在叫汪曉飛 因為大家還是 慣一個婚內出軌的這樣一個 一個就是 對那畢竟人家做生意嘛 在商場上還是要走跳的嘛 所以難免啦 如果純粹從私人的角度 就媽媽就是護兒子嘛 我們從頭到尾來看 將來就是很愛很愛她的兒子 所以她不斷地三不五十一直提大S 我不認為她跟大S之間的情童母女 那樣說就太虛偽了 我們只能說大S真的了不起 還有一件事 你各位知道嗎 到現在當下 巨俊業 她光在IG 大家看到了嗎 她的粉絲漲了百分之六十 可能我們在講話說 已經漲了百分之八十了 應該是說你看到這個新聞說 她漲了百分之百了 哇 你終於又想起了酷龍是誰了 你說大S哭不哭呢 現在也是反正很忘膚 還忘了她的前婆婆 真的 那我們也就是祝福 祝福大S跟巨俊業